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的确发现有抗体阳性者 代表部分受册的人 曾经感染武汉肺炎 甚至其中部分患者 因产生中和抗体 代表症状还不清 而彰化累积18名确诊个案 若抗体普塞 放在确诊数更多的双北市 隐形感染者恐怕更多 如果放在双北 或是甚至桃源的话 这个人口数比较多 甚至人口比较密集 人口交流更广化的时候 事实上这个个案 一定会更多的 敏感性跟特异性 还有这个整个 这个疾病的一个盛行率的问题 那都会影响它的判读 是不是有排除掉一些 所谓的假扬性的这些问题 那这可能要后续再 再等它资料出来之后再说 完整报告将在八月二十四号出炉 但即便台湾防疫和疫调 宛如铜墙铁壁 但医界普遍共事 仍然出现漏接者 而且破洞可能就在三月的欧美反台潮 边境管理那时候的话 比较没那么及时去做所谓的封闭 这些可能隐性感染者 或是症状比较轻微的话 就会在台湾的社区形成一个 小规模的一些传播 工卫学院跟研究 新增引力境外如个案 引发本土感染的风险就增加百分之十 而无症状或未发病者 同样具有传染力 即便无法有效形成传播链 但明明有感染 却仍然在社区爬爬灶 都成为疫情 不定时炸弹 三星云小伯林姓 台北岛